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鸣笛的救护车正要左转 没想到左方路口一台机车为礼让直接擦撞 现场机车零件散落 机车车头部分毁损 救护车板筋也有些微凹陷 当时救护车上还有病患 先赶紧由消防局派遣其他车辆将他送医 没有生命危险 而这期车祸只有肇事的机车骑士手脚擦错伤 同样没有生命危险 已经送医治疗 带您听一段警方说明 事发在高雄凤山区29号晚上11点多 当时救护车有鸣笛 机车却没有礼让发生车祸 经警方调查机车骑士没有酒驾 详细的肇事责任还有带警方进一步厘清